巴黎 浪漫之都 这次不仅带来了法式长官面包和埃菲尔铁塔 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盛宴 Excellent 你知道吗 今年奥运会不仅有那些你熟悉的项目 还新增了几个超级酷的项目 大家好 我是小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有趣的奥运资讯系列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索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 滑板 攀岩 冲浪和霹雳舞 准备好迎接一场年轻化与街头文化的盛宴了吗 首先登场的是滑板 这个项目在东京奥运会上已经赚足了眼球 现在又将在巴黎继续蜂蜜 滑板不仅仅是运动 它更是一种态度 一种生活方式哟 看看这些酷炫的动作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能滑两下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攀岩 哦 别担心 我们不会让你真的去爬埃菲尔铁塔 不过 这些攀岩高手可是能在垂直的岩壁上跳跃如飞 感觉像蜘蛛侠一样吧 哇 其实他们可是经过了无数次训练 才有这么稳如泰山的表现 nice 接下来是冲浪 虽然巴黎没有海滩 nani 但冲浪项目并非在法国本土进行 而是在距离巴黎约15000公里的 南太平洋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塔西提的提阿湖不展开 看看这些浪花 是不是感觉海风已经吹到了脸上 冲浪不仅考验平衡和力量 更是一种与大自然的完美互动 点击订阅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是感恩戴德 拜托您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键 点击小铃铛 谢谢 最后登场的是霹雳舞 这个项目充满了动感和创意 是街头文化的文美体现 看看这些炫酷的动作 感觉自己都想上去扭两下吧 霹雳舞不仅仅是舞蹈 它更是对节奏和韵律的掌控 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活力 滑板 攀岩 冲浪和霹雳舞 这些项目不仅让2024年 巴黎奥运会更加年轻和充满活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街头文化 与极限运动的无限魅力 准备好迎接这场深宴了吗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要错过任何奥运精彩瞬间 对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